我跟你说 怎么了 今日 太子将那花家来的用 直接扔到西郊的荒宅子里去了 真的 我跟你说 我听我爹说 这次花家就是陛下受益 太子才肯如此嚣张 是吗 花家功高盖主 又在边关不肯回来 那陛下肯定忌惮呀 这次花家呀 要倒大梅路 你说什么呢你 跟谁拍桌子呢 我 我什么我 你 你什么你 原来是行为粗鄙的乡巴郎 瞧瞧这身打扮 是多年前都没人这么穿了吧 何时精灵院什么人都能放进来了 家门君主都是喝醉 你家小姐有这事吗 不仅说我花家 还敢嘲笑我的妆容 简直欺人太甚 这位姐姐 你好凶啊 都把我们给吓到了 姐姐 我是你嘉明奶奶 你又是哪来的乡巴佬 敢这么跟我说话 这玉京的贵女 都像姐姐这般嚣张的做派吗 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议论花家 嘉敏君主何等做派 这可是玉京城内的女子都争相效仿之人 所以 我就算说了花家又怎样呢 这花家恐怕 姐姐 我见识短 不知道 这样算不算作是 汪亦成